兄弟三人跟仇人一样 在周先生眼中 两个哥哥不仅对父母不上心 现在还对自己的房子有想法 现在兄弟三人 因为房子的事情谁也不理谁 对小弟所说之事 两个哥哥又会做出什么回应呢 咱们主要就是 现在就是诉求就是什么的 卖父亲的房款 你得弄回来 因为那是父亲的房 你们认为是父母的房子 对 我们认为是父母的房 你们不认为是小弟的房子吗 不是 那是我父母的房 那他的房子 他那是小父母娘 他不行你娘 二哥也这么想吗 对啊 他说他也是 说这房子是他的 那你他的 你卖老家房 为什么找老家给你签字 你要自己房子 你自己就能卖 你就不用老家了 所以这房子就是老家的房子 先生 您认可这一点吗 我不认可 我也没有认可这个 刚才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那房子老家给你盖的 老家不给你签字 你能过户吗 你那房子是我爸给你签字 依照爸给你签字 爸不给你签字 他能给你过户吗 能过户在你名下吗 那是 我这房子是父母吧 没错 那是父母你为什么不承认啊 是啊 我承认着 咱家这房子都是父母的 那父母在分这个时候 是不是都给你军衡了 怎么分的呀 那你把爸叫上了 没关系呀 不用再跟你说 你先忙说叫爸爸 咱们可以就是 跟上说呀 你说你说吧 但我没跟正父母 父母争财产不是 那你现在争什么呢 那你没跟父母争财产 那我胖了东西 我有什么不能卖的 你自己算了啥了 我跟父母同意我卖东西 父母同意我卖的 你凭什么争财产 你凭什么跟老家说 你这个老家说卖那房子 你强迫不强迫 是不是老家同意我卖的 别妈说说算 说你说你没有强迫手段 但是你别妈在这呢 对啊 那你问嘛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他用了强迫手段吗 强迫父母去卖那个房子吗 那我父母才 那我妈这身体那样 你到那儿稀罗无睹 你不跟商量啊 那不是强迫人啊 首先我的认为就是 在我妈我父母 见贷的情况下 任何一方儿女 没有条件 莫多老家的财产权利 你那房是不是 爹妈得盖的 是 你这妈爹妈给盖的 你俩过后的时候 他摆汤卖酒 你经过谁了 你那院都是爹妈的 我盖这房子的时候 妈找没找过你 说老三要盖房了 那老三要盖房了 那老三要盖房了 随便盖一呗 你说没有 问老太太太下面问 实在是说老太太 说这话的路上哪 我还有录音 咱们接着拿着 都可以同时举照 是不是 对不对 都没关系 假话真不了 真话也假不了 来好了好了 哥几个都先别吵了 你们这样吵来吵去的 我们也听不清楚 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了